中兴新村的街道巷弄 向来是一片绿意盎然 树木涌域的景象 却常常可见大树盘根错节 甚至将地面隆起 造成破坏圆环花台的情形 位于银北路116巷口的圆环树木 就是发生这种情形 要把它砍掉 也是舍不得 但是它的根实在是很糟糕 因为以前已经处理过一次了 已经都超过这些水沟 然后把这些水沟都弄坏了 都堵塞了 接获李明成情的张维华议员 到现场会刊之后 立即动用配合款 并故宫整理圆环 修剪细叶懒人的树根 让它往下生长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银北里 116巷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圆环的步道 这个多年了 差不多十多年了 都没有这个来进行这个改善 树变越来越大 那个筋一直扶起来 一直压起来 所以把这所有的这个圆环步道 都破坏掉了 现在因为树根整个挖起来 那个居民在做的地方 都已经是凹凸不平 那小朋友如果跑来跑去 时长会去跌倒 这个居民跟张维华 张议员反映以后 然后张议员就开备合款 帮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 这棵戏叶懒人树林 已有数十年的历史 居民小时候在圆环附近泡茶聊天 如今也当上了阿公阿嬷 张维华议员说 这棵戏叶懒人树 承载着居民的回忆 因此希望修缮之后 居民就可以在中秋节时 恢复在树下烤肉泡茶的欢乐时光 几十年前 这个居民住在附近 小朋友都长大了 上大学 以前他们在小的时候 也在这里来玩耍 希望在藉由这个机会 能够把这个人形步道 能够把它修缮好 那让我们的居民在附近 都能同时来带小朋友 或者孙子 一起来这个步道 刚好这个中秋节来到 也可以顺便来这 可能烤个肉 来大家欢乐一下 这项工程已经开始雇工师做 居民十分感谢张维华议员协助 还给他们安全的休闲空间 及居住环境 记者往水仙南头采访报道 好多的 感谢张维华议员协助